两个瞎子正在帮人接生孩子 让女人抓住腾条 扎紧马步 接着用上吃奶的力气 没过多久 山洞里传来了婴儿的哭声 瞎后欣慰地问是男是女 神婆说是男孩 瞎后连忙抱过来亲吻孩子 可是突然 瞎后感到了一阵疼痛 神婆好像明白了什么 他伸手一掏 发现居然还有一只脚 在神婆的努力下 第二个宝宝也成功出世 这次是个女孩 瞎后竟然生了一对龙凤胎 瞎王听为消息急忙过来探望妻儿 他告诉瞎后 刚才一群全副武装的士兵闯入山林 目的就是为了抢走瞎后跟他的孩子们 瞎王好不容易才击退他们 可敌军数量实在是太过庞大 估计过不了多久就会卷土重来 现在瞎王也不知如何是好了 还没等他好好抚摸孩子 一个坏消息又接踵而至 原来村子里的人们出现了内供 有人认为是瞎后害了他 只要交出瞎后 其他人就能活命 这话听起来好像有些道理 但想要动瞎王的气儿 那得先问问他手里的砍刀从不同意 瞎王举起砍刀 局势顿时剑拔弩张 眼看对方就要动手 神婆即时站了腿 他说后山有座吊桥 众人可以从那里逃离 村子里的长者不信 他说他们世世代代在这里生存 从来没有听说后山还有一座桥 神婆照告诉众人 桥是一位神秘人建的 眼下也是没有其他办法 留下来也不知是死是活 众人只要相信神婆 带着兄弟踏上了逃亡之路 很快 神婆根据神秘人丢下的标记 终于找到了那座吊桥 然而盲人过桥光听这几个字 就足够吓人了